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我追梦的起点 它让我体会到了所谓的多学一门外语 多看一个世界 多贵种人生 说实话 在选择来华留学之前 我曾听过无数个怀疑的声音 那是我家人的反对 是外人的偏见 是我内心深处的期许波澜 我害怕这次出国不顺利 害怕来到南京后水土不服 可是最终我还是选择追梦 选择南大 选择学汉语 因为我知道亲身体验才是最好的答案 在南大求学的这次年里 我有机会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友人交流 我们虽然母语不同 肤色不同 文化不同 但是在南大的校园里 我们怀揣着同样的中国梦 我们用汉语互相沟通 共同成长 作为来华留学生 我们很开心能够成为 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少小桥梁 秋雨下别 大学四年的时光已接近尾声 四年前 从南京大学毕业 是我最大的梦想 可惜四年后的今天 我只能在线上与南大相遇 在线上发表我的毕业感言 在线上和同学们 老师们说声再见 不可否认 疫情偷走了我们校园的美好时光 但是它永远偷不走 我们与南大相处和成长的回忆 偷不走我们成谱雄伟 砥砺前行 创造美好新世界的决心 平安 谢谢大家